iFamily 3中广流行王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讲工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口蒋伟文 今天是2021年4月4号 也是儿童节 要是个礼拜天 马上进入我们的讲工周记 我不知道大家有会不会曾经想过 就是再去重温一下 自己结婚的那一天的那种 那种感觉那种气氛 好多好多时候 可能都要到结婚纪念日那一天 才会拿哪个结婚的 那个照片出来看一看 这样子 或是放一下 结婚那一天 摄影师拍下来的东西 可能会在结婚纪念日那一天 拿出来看一看 对不对 平常都不会看 就把它收在柜子里面 这样子 甚至有的人可能 拍完了都再也不去看它了 有没有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我们 我跟蒋夫人都是给林立老师 拍这个婚纱 我想大家可能听过 林立婚纱 很多艺人 很多艺人朋友 都是给林立婚纱 就是设计婚纱礼服 然后去拍照这样子 那因为林立老师 他很特别 他大概从八年前 七八年前 开始就办了一个活动 叫做林立回娘家活动 就是说只要跟他一起合作过的艺人 他帮我们设计过婚纱礼服 然后我们结过 因为他的拍完婚纱照 婚纱礼服 我刚说婚纱礼服 结婚的人 他会邀请这些艺人们再回来 然后他办一个回娘家的活动 就是喝个春酒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办的时候 也蛮多人的 当然了 有很多艺人参加 林立的老师的回娘家活动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 大家不要带小孩 因为回娘家就是喝春酒 所以你带小孩来 我记得前几次 我还带过小孩去 后来觉得很麻烦 因为我们大家在那边喝酒唱歌 小朋友 你要顾他 你会分心 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很了解 很自动的都不带小孩 因为去的都是艺人朋友 所以说 彼此其实有的认识 有的可能合作过 有的可能就是同台过 可是可能只是点头之交 但是因为透过林立老师 我们都是因为林立老师 他帮我们拍婚纱照 帮我们设计婚纱礼服 而且在办回娘家喝春酒 这个活动的时候 林立老师会把我们这些婚纱照 拿出来放在大荧幕上面 等于说在那一天 我们会大家在重温旧梦 一直在看到自己的结婚照 婚纱照 有的人 我说不讲谁了 我讲好了 比如说詹姆士好了 詹姆士 他那个是几十年前的照片 所以就觉得 还有像曾国臣 他的照片 陈诚哥 他也是有一阵 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你知道 所以有的艺人是最近拍的 有的艺人是很久以前拍的 那在当天的 这个回娘家的活动里面 都会看到 那回娘家 因为说正好人数也不会太多 就是我们去的都是夫妻党 那有的是女方是艺人 有的是男女都是艺人 那有的是像我就是 我是艺人 可蒋夫人就是 蒋夫人 所以就是说 大家都会吸半而去 因为回娘家 然后会看这些婚纱照 然后当天 我刚刚说人数 我正好也不会多到说 好像彼此会不认识 有时候你人数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开个五六桌好了 有时候就会有点尴尬 你跟那一桌完全不熟 你就不会过去 可是林立老师 在办这回娘 最多大概两桌半 有时候快三桌 有时候两桌 有时候快三桌这样 然后所以说每一桌 大家都好熟 慢慢的这个活动 办了快八年了 每一年 其实我们都好期待 回娘家活动 大家趁这个时候 喝点酒 然后开点红酒 吃点好美食 然后再重温旧梦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婚纱照 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当然2020年 正好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活动就取消了 所以今年2021年 我们刚刚办完 这个林立回娘家 喝春酒的活动 因为缺席了一年 等于说 等了两年的时间 就时间很长 所以今年在办的时候 大家踊跃参加 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们办了快八年 林立老师办了快八年 有时候有些艺人 总会有工作 在录影 在拍戏干嘛的 有时候也没办法参加 所以就是心意到了 可是人没到 所以有时候也会变成说 快到两桌 或是一桌半这样子 但今年爆桌 几乎每一队都来 因为去年没有办 今年不只是一队一队 有的可能一个人也来了 你知道 反正就要来 就一定要来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很开心了 因为这种场合 说实在 第一个他那天 林立老师选的地方 在军品 正好是我结婚的地方 所以我们回去 那个请客地方 正好就是我结婚的地方 真的是有种 旧地重游 重温旧梦的 就突然觉得 这就是我跟蒋夫人结婚地方 然后又看到我们的婚纱照 当然大家婚纱照都播出来 所以有那种 有一个很特殊的 幸福的气氛氛围 然后又去年没办 所以今年就特别开心 然后军品的东西很好吃 所以前菜吃完 然后再喝第一道汤的时候 我就已经喝醉了 我们也没有喝什么烈酒 不是喝威士忌 我们只是喝红酒 可是真的喝开了 我很久没有喝醉了 这么多跑朋友在现场 然后我老婆 就蒋夫人在现场 我就觉得很安心 然后也没有开车 就决定坐Uber回家 这样 所以就 红酒喝得很开 然后我在喝 因为军品的东西都很好吃 所以我很期待 每一道菜上来 因为他所谓 回娘家喝春酒 就是有点像我们吃喜宴一样 会一道一道菜上来 这样子 所以我们到第二道汤品 喝完汤品以后 我想要再吃别的东西 我就已经喝醉了 所以后来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等到我下一刻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床上了 然后我第一个念头 就是跟蒋夫人讲说 我连排骨都还没吃到 那条鱼呢 广东蒸鱼 我有吃吗 还有其他菜 我也有没有吃 蒋夫人说 你都没吃 你都在桌上睡觉 然后蒋夫人还给我看了一个影片 我不只没有吃 我不只在睡觉 我最后离开军品的时候 他们推轮椅帮我推走的 因为我太重了 然后因为我太高大了 我现在95公斤 没有人扶得动我 是军品的人拿了一个轮椅帮我推出去的 全部人就只有我一个人坐轮椅 然后第二天在群组里面 所有的艺人都问我说 你没事吧 加口你没事吧 那天你还好吧 拍团体照的时候 你还叠了一个大焦 我说我完全没有印象 而且我注意去看团体照 我真是醉到什么程度 我醉到大家拍团体照 不是夫妻一起拍吗 可是我却抱着曲爱玲拍照 然后曲爱玲老公 不知道站到哪里 在最脚边去 然后蒋夫人也站到最后面去 然后所以蒋夫人说 你那天实在太醉了 你拍团体照 你竟然抱着别人拍 我一看 真的是这样 还好大家都好朋友 而且蒋夫人知道 我跟曲爱玲认识太久了 我跟她的故事 我现在就跟大家聊 太夸张了 好了先讲一下 这个意义很深刻的 这个春酒活动 因为跟大家报告 我们周记 还有最重要的是 因为很久没有喝醉了 没想到喝醉是这么回事 现在不能再喝醉了 好好戒酒一下 好不好 OK 接下来我们来听 萧黄奇的这首歌 上吼烈瓜 听完这首歌以后 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 103 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寇蒋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好的最近我非常喜欢拿这本食谱来做菜 就是这个料理神手 吴炳城师傅的懒人烹调树 我们必须承认 有时候我们都非常懒 这本书都是一些家常菜 然后他快到100道这样子 然后里面都会用到 比如说电锅烤箱 气炸锅 尤其气炸锅 当然了 我不是一个很爱用气炸锅做菜的人 我只是举例说 他这本书常用到很多 现代时下的3C的用品 但是我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第一个他都很简单 把一些家常菜 把它做好以后 他会做一些小变化 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道蚂蚁上树 每个人家里都有一道蚂蚁上树 哪个妈妈不会做蚂蚁上树 这算是最基本入门的菜了 但是吴炳城师傅 他就把蚂蚁上树 加了清冰箱的概念 就是蚂蚁上树 你难道只有粉丝跟绞肉吗 不用 你可以把家里有什么菜 都把它丢进去 反正就像吃炒米粉一样 加点高丽菜 加点胡萝卜丝 看有什么菜 青江菜也可以丢进去 这样你这一锅蚂蚁上树 不就多了很多菜 你不用一直坚持 一定要只有蚂蚁在树上 对不对 你有其他的树叶 我想真的 这样吃起来就更丰富了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吴炳城师傅 这个清冰箱的蚂蚁上树 怎么做的 当然也是用猪脚肉 但他猪脚肉是在下锅炒汁之前 先调味过了一点点 调味里面 他就放一点米酒 就加了一点花椒粉 在他猪脚肉里面 花椒粉当然了 因为其实你买一罐花椒粉 他那个麻的味道 不见得很明显 但是他会有去腥的一个作用 所以加点胡椒粉跟花椒粉 加点米酒这样子 然后锅子热了以后 就把猪脚肉和中姜末 就是姜末放进去 跟大蒜末 还有香油 一起把这个绞肉把它炒香了 你看你有香油 然后你猪脚肉 又刚刚用这个花椒粉 去把它去腥 还加点米酒 然后又把这个姜跟大蒜 都把它炒香了 所以这一锅里面 就已经很香了 然后差不多以后 这个猪肉都已经变色了 都已经炒得很香了以后 他又在这个同时 加了调味料进去 调味料里面就会发现 有这个米酒 酱油 蚝油 辣豆拌酱 还有糖 然后再加点白胡椒粉 那这些呢 要味道重一点 因为待会要用粉丝去吸它 所以这些味道都 比如酱油一大匙 蚝油一大匙 辣豆拌酱一大匙 米酒两大匙 那这些下去都跟猪肉 就是猪脚一起把它炒香 可是他重点是 先用姜跟大蒜 把猪脚肉炒到很香的时候 再把这些调味料放下来 那这样子呢 它味道才会更香 然后调味下去 稍微炒制一下 大概10秒钟 就倒入滚水200cc这样子 那滚水下去以后 这些调味料才会更容易的 被这些肉类吸收 然后在煮滚的同时呢 他就把高丽菜片 香菇丝 红萝卜丝 在这时候呢 就看冰箱里面有什么 青姜菜丝 芦笋断 青姜 还有什么 可以丢进来 红田黄椒 通通丢进来 青椒丝丢进来 当然你不能一股脑的丢这么多 你选个几样 让这个菜色比较丰富一点 丢进来一起炒 然后这个菜色丢进来以后呢 几乎是同时 就把已经泡软的冬粉一起放进来 然后稍微搅拌一下 那这里面有汤汁嘛 那些菜又会出水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锅盖 把它盖上来 然后大火刚是滚的同时呢 这时候锅盖一上来 就可以转小火了 然后稍微在里面焖煮收汁 那这个焖煮收汁要多久呢 就看你这锅子里面水有多少 还有说你要吃多湿润的感觉 还有看你选的菜 比如说你们家没有高丽菜 你丢的是甜椒类的 那它就不会出很多水 所以你就不用焖煮那么久 那如果你丢的是叶菜类的 比如说高丽菜啊 青姜菜啊 大白菜啊 这种会出水的 那你就可能会焖煮久一点点 因为汤汁会流出来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这些菜汁会带一个甜味 所以你的味道会更鲜美一点点 稍微焖一下子 然后收汁打开锅盖以后 再把粉丝稍微拌炒一下 跟这些菜色跟绞肉拌炒一下 最后起锅前撒葱花 然后如果吃辣的话 最后再撒点辣椒 然后再点这个 比如说你家有一些调味油 比如说冲 冲锋味油这种东西 可以让起锅是让它添增一些香气 那这样比较特别的清冰浆的蚂蚁上树 很丰富就已经上菜了 谢谢我们的吴炳城师傅的懒人烹调树 让大家都吃腻的蚂蚁上树 可以多加一点菜色在里面 谢谢她 好的我们今天呢 又要来聊我最爱吃的一个辣椒的品牌 不是它不是一个辣椒品牌 它是一本杂志 不是它是一个季刊 它是每一期就出的 然后告诉大家 有时候要吃当季的食材 不是有时候 是天天都要吃当季的食材 让我来欢迎酸女孩的创办人 洋葱妈妈蔡静如 哈喽你好 哈喽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 我是酸女孩的创办人 听到你的生日 我就知道我们又换季了 对没错 就是我就是每一季的一个来宾 我们这是哪一季了 春季啊 现在是春季 春季啊 春季就觉得最近觉得特别热 你知道吗 有有有 前一阵子呢 还是有时候热 然后突然又很冷 然后这一阵子觉得 这厚的衣服都可以收起来 这样子 所以春季的话 大家会马上想到什么 春季的话 就是大地的细菌开始滋生 所以就是辛香料 就是洋葱大蒜 葱酒就开始出现 所以三月葱 四月酒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知道 葱酒是盛产 所以这个春季就是你的本命季了 因为你是吃洋葱嘛 对 洋葱妈妈 本命季就是吃洋葱 最近的屏东洋葱 真的还是大惨 而且春天大家都会出去野餐 出去这个享受阳光 跟小朋友去玩 然后因为是很多花草都出来了 所以大家都出游的好季节 所以我们打开孙女孩这一季的杂志 就发现里面多了很多什么呢 来看看 有 我刚刚看到有那种野餐的东西 是不是 去野餐的一些小点心 而且 可是你们还是没有 就是离开 就是要有关于有腌制的 或是有发酵的东西 每一季都要有 我们鼓励大家用当季的食材 简单的清腌制 放冰箱一天到两天 就可以变一道菜 那如果放久一点的话 大致上一定要三周到一个月 甚至到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叫做发酵 那我们鼓励大家用清腌制的方法 做很多的常备菜 当你要去野餐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变饭团 或者是变成手卷吧 或者是变成三明治 对 其实大家如果说会觉得 发酵的东西很少吃 或者是说这个清腌制的 我比较少吃 可是事实上你每天的 就算你是外食 外食族 你吃到很多都是腌制的东西 清腌制的 对不对 不管是饭团里面的 或是有时候便当里面的东西 或甚至你去吃餐厅的菜 然后它的开胃菜里面 都会拌的 比如说拌的一些白菜 什么的 都是清腌制的东西 那酸女孩呢 如果说你到现在还 第一次听到这个杂志的话 这应该算是季刊 你们是每一季初刊 然后酸女孩这个酸制 并不是说话很酸 是说它让大家多吃点 腌制的发酵的东西 这个对身体是好的 我记得好像有一阵子 大概几年前吧 就突然之间 大家都对这个发酵的东西很热 一头热都想 比如说凤驴去发酵的东西 什么发酵的 甚至于我知道 阿丽克斯老婆李永勇 我到他家做客的时候 康普茶 他拿一袋康普茶跟我吃 就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吓我一跳 看起来好像他在做实验 很多那种细菌的感觉 微生物 对 赶快喝一杯 哎呀 我说我可以不要喝这个吗 这看起来发霉了 对你很好啊 所以那是我对这个发酵的东西 第一次的接触 原来是要喝微生物 但是你们的记忆看 就四季腌制发酵的烹饪的科学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最后来访问这个 酸女孩春日的野餐趣 还有腌制跟发酵饮食提案 还有他们今天特别带来一个 很特别的果酱 让我尝尝看 所以今天有开麦池池看 别走开麦 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厨房里聊的是 要吃当季的食材 而且要吃一些发酵物 清腌制的东西 对身体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酸女孩的创办人 就是我们洋葱妈妈 Jean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是的 这个每一季初刊 然后这一次我们是到了春季了 是 然后每次打开你们的刊物 就会有一个像农民腻的 可是你们不是农民 你们是食材力 对当季食材力 很方便 就是我们现在看农民 你有时候觉得有点迷信 不是啊 因为我们又不是农民 知道 可是当然也是注意到农民 可是好像不知道要看什么 但是看食材力的就很清楚了 因为这讲的是当季 最大发的一些食材 或最肥美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一些鱼类 这时候应该吃竹甲鱼 或是这个水果的话 你觉得枇杷是当季很棒的 或是芦笋 或者最大的做草莓果酱 因为草莓有一阵大发 对 那我们家就做好几个罐草莓果酱 你可能不知道 还有桑胜也是很好 还有这个像豌豆 芥菜 因为现在其实科技进步了 很多食材 很多食物都是 几乎每一年都可以吃到 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没错 你会搞不清楚说哪一个是当季 真正当季 其实大家不太清楚 因为真的当季的 可以吃起来是最棒的 比如说像蛤蜊 对不对 还有什么是当季的 我看看 鹅肉也是当季的 鹅肉有算季的 应该是说鹅肉 就是我们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资本里面 都有一个中医式观点 那中医式观点 现在在看鹅肉 这件事情 它是适合在春季吃的 然后冬天是吃羊肉 好酷哦 所以这是食材力 它不只是当季大发的食材 它也是当季 你应该吃比较补身体的 对 或是对应你身体 在这个季节吃比较适合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都有中医师的 食物的观点 因为中医师观点 在春季的时候是 氧气疏肝 没错 疏肝的意思 让肝比较舒服一点 对 因为其实 苏肝其实现在就是酸 所谓干心料理 所以干心就是 比如说像面粉 咖喱 然后还有带甜性的东西 其实叫做干味 那其实鹅肉就是带干味的东西 春天其实是吃干 然后夏天的话 其实是排水 所以它又是另外一个系统 而且这个食材力 你们做的很贴心 你们是做的有点像月力的感觉 是可以撕下来的 对 这个很细心 他发现怕旁边有一条线 他你撕下来 所以如果放在家里 如果你刻意认真 把每一季都去表框的话 其实春夏秋冬 你就会有四本 就会有四个食材力在墙壁上 然后你就可以提醒你自己怎么吃 而且每一年的春夏秋冬 你们都会 就虽然说都一样会有大发食材 可是每一年大家注意的事情都不一样 细节是不一样 对 因为它是一个像那个万年利 像那个农民利一样的东西 每一年要注意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当做一个收藏 这蛮酷的 对 我们当初的设计是这样 就像我们买那种偶像杂志里面 会有一个海报 海报 当季的最红的偶像 这是当季的食材 把它撕下来 最棒的食材 对 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对这个酸女孩杂志 我真的觉得你们 你们每次都要这个 大概准备多久才出刊 如果企划的话 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执行的话是三个月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执行 一刊的时候 下一季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在企划 下下一季 因为其实这个里面 东西都蛮丰富的 因为每次你们的食 你的料理 里面很多料理食谱 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料理 但是总是会带一些变化 变化跟小心思 对对对 不会那么简单 就给你一个很 很简单的东西这样 对 总是一些小心 而且都要所谓简单 是做法很简单 对做法很简单 大家想跟你一起做这样子 像这个油炙甜椒大蒜 就是很简单 就是大蒜跟甜椒这样子 可是教大家怎么把它那个辣味 把它降低 然后变成比较温和的风味 这样子 而且这种油炙的甜椒大蒜 很适合拿来搭配 比如说那个牛排 或什么的 意大利面 对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做意大利面 或做牛排的时候 就不知道做什么配菜 老是搞一个马铃薯泥 把自己吃的很饱这样子 可是马铃薯那个颜色又不是那么好看 可是你又这个甜椒大蒜就很 很棒很高级的感觉 而且如果平时家里有在吃一点小吐司 或者是法国面包 他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 当做一个橄榄油沾酱 开始去执行它 没错 这一次的食谱好像都是回绕在整个春天要去野餐 野餐 所以这主题就是我们去野餐的话 有什么样的食谱适合拿去野餐 对 但是又有一个小心思 是这些食谱都来自于轻腌制的东西去制作出来 衍生出来 衍生出来的一些食谱 比如说我们可以轻腌制小松菜 或者我们可以轻腌制萝卜条 或者我们可以轻腌制萝卜丝 发酵萝卜丝 然后把这个发酵萝卜丝 来应用到其他食谱里面 你可能可以想象萝卜丝可以放到什么地方 比如说这很特别 红萝卜可乐饼 因为小朋友很爱吃可乐饼 对啊 可是很多小朋友都很讨厌吃红萝卜 对就偷偷把它塞进去 塞很多这样子 因为取名就叫红萝卜可乐饼 面对孩子就是要有心机 不能够让他直接看到食材的长相 所以你可能运用一些食材的变化性口感 然后包裹着他喜欢的表现形式 比如说可乐饼是孩子爱吃的 所以你可以把孩子可能很抗拒的食材 放进那个可乐饼的行为你私下 可是又有很多家长很好奇 比如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那这个红萝卜可乐饼 假如说我们只是削红萝卜丝 放在可乐饼里面去做成这样子 跟你们前面教了大家 怎么把它做发酵红萝卜 这样子做法 它是营养效果不同 还是说它吃起来口感会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发酵完之后 它其实会让食物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因为它经过维生物菌的一些变化之后 它会带一个所谓的 在味觉里面 里面就是我们的味蕾就是酸甜苦咸 其实在日本基本来讲 有第六个味道叫做鲜味 所以说这个发酵类的东西 它会带一个鲜味 所以那个可乐饼吃起来会更甘甜 跟所谓用新鲜的蔬菜下去做 我觉得它会出水 我懂就像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画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应该大家都会画图 你说画水彩花 如果你把水彩当作彩色笔来用的话 就是把它涂满就很没意思 水彩就是要有一点泼沫的感觉 那个水在晕上去的感觉 就是它很自然的出现很多变化 这个颜色跟另外一个叠在一起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发酵食物会给我的感受 就是因为它发酵物 它有一个鲜味 然后你添加到可乐饼里面 你会把其他食物的味道 通通都起一种变化 就像那个水晕上去 那个颜色展开来 就红色跟黄色晕在一起 就变变绿色了 就是这种感受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层次感 所以如果说大家只是把 红萝卜切丝放在可乐饼里面的话 还是可能还是不吃 一片是片得过一刹那 那一刹那就咬开来以后 发现有红萝卜丝 我不吃了 但是你把它发酵以后 它变软了 它出现甜了 然后出现自己的味道 它加可乐饼里面 它咬 第一个它口感 它不觉得它是 它讨厌吃的红萝卜吗 第二它的味道又变得 比较柔顺一点了 所以它可能就 从此爱上红萝卜了 也不一定 有可能 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做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 而且这个发酵红萝卜 其实像我们在做日式料理 常常会做用手去腌制 先用盐 腌制一下 这也会有的 所以说它用途很多 我觉得真的很棒 然后另外这一次 其实请到酸女孩来 三次你们两次 都带一个很特别的辣酱过来 对 就是我们的发酵 凤梨辣椒酱 然后有一个是金钻版本 然后另外一个是 Jaco第二次吃的是 土凤梨版本 两个都让我很惊艳 然后其实有趣的是 第一次你跟我讲 那个辣椒酱 因为才几克而已 大概 170到180 170到180克 就是CC 就不多 一小罐这样 就像人家卖那种 小罐一点的果酱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跟我讲价钱的时候 我就想 我那时候还没有吃 这个价钱 我觉得好像有点贵 我会吃以后 觉得这个价钱很可以 我还特别问了 我刚才还特别问 你要怎么再继续买 对 因为其实我家 还有很多辣椒酱 可是现在我都只吃 你们那个辣椒酱 真的吗 我待会广告回来以后 要开麦吃吃看 你们的果酱 但是我回来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几个月 吃完你们辣椒酱以后 有一个深厚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期待 酸女孩很特别的辣椒酱 别走开 马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聊的是 酸女孩最新的春季刊 春日野餐去 腌制与发酵食饮食的提案 我想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中 大家如果常接触 这种营养的学的话 就知道多吃一点发酵物 或是腌制的东西 对身体其实蛮不错的 这个酸女孩当初创刊的 这个最主要原因 也在这边 但是这本杂志 真的是包罗万象 因为除了发酵 或是腌制以外 最主要还提到 就是要吃当季的食材 然后每一次都 就有很贴心的安排 让大家知道 当季有什么食材 不只是当季大发的食材 还有说中医师的一些提点 在这个季节 应该吃什么东西 这本书都有 然后最棒的是 它里面有很多的食谱 然后这种料理食谱 又是很简单的 而且都是根据了家常 在做一些小心机 做一些小变化 然后又添加他们教你 怎么做这种 清腌制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很适合 所有的人来 好好来模仿一下 好好来做一下 那刚刚讲到说 你们上次带了一些辣椒酱 让我很惊艳 发酵风里辣椒酱 对你们自己在做 而且当时访问你们 还知道你们这个辣椒酱 因为要做真的是发酵的 跟外面那种调出来辣椒酱 完全不同 所以你们也是 也是蛮辛苦 找了很多家常商 愿意帮你们做 因为要做这种辣椒酱 它要全部都洗干净 再帮你们重做一次 它也麻烦 对不对 因为发酵风里辣椒酱 其实在台湾的食品业界 大部分都不叫 不愿意接的 不愿意接 对啊 因为其实说你一天 他们可以做2000罐 跟我们需要7天到10天 至少的发酵 还要两个礼拜的收成 所以它的制程要一个月 其实就占了这个食品厂的 很大的空间 对我想大家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 但是我觉得还好 台湾人现在对这种 酱料啊 食品类的东西 的品质 就算有时候 他可能不愿意付那么高的钱 去买这个东西 可是他心里也知道 为什么他值这个价钱 对 因为大家经过那个酱油啊 油的事件以后 都知道有些酱油 它是要真的经过发酵的 然后它时间是要几个月以上的 对 那种调和酱油 你说用化学调出来 几小时就做出来了 对啊 而且你去看那种 之前还有新闻爆出来嘛 那种夜市 或者哪里用的酱油 它如果来路不明的话 它可能是那种商业用的酱油的话 它可能一大罐 甚至于比矿泉水还便宜 对啊 对 对它本身是用酵酸下去发酵 对用焦糖的 什么用些颜色啊 什么东西的 就一下调出来了 那是不是在安全范围之内 也许是 也许是 你有没有吃到酱油的 它该有的风味 或者它该有的营养 但那些都是合成跟化学 调出来所谓的安全 但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分量是安全的 对 但你吃30年 那个分量是安全的 我就不能告诉你 对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是这样 所以这个调出来 这个分量 你现在吃是安全的 但是你吃30年 你看是不是安全的 你可以试试看 还有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食物 都是合成的时候 你一天吃的合成量 其实是不是安全的 这也要想 所以我为什么讲了这个 是要跟大家讲说 我那天吃到你们发酵的辣椒酱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是 这个才是真正辣椒酱迷人的地方 因为它那个发酵的味道 是你吃进去它那个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酸酸的东西 虽然说你辣椒酱吃去 没有立刻就有酸的味道 但它是一个 它是像烟火一样 在你嘴巴里面就砰 然后那个烟火是慢慢的消 你知道有的烟火是一下就没了 砰砰 那便宜的烟火 那种贵的烟火是 砰 然后就散开来 然后有小小的烟火这样子 然后吃你们辣椒酱 那个金钻跟那个土缝 你就是这种感受 就是在嘴里有一个烟火的感觉 然后那个烟火 你知道烟火有时候不只是看到的 还有一个气味 因为烟火离它近的时候 你想象烟火在你口腔里面 然后那个烟火是金钻 凤梨的那个发酵的味道 然后加上辣椒 那个烫的那种感觉 在你口腔里面 可是那个辣 正好又辣到 你会吃到的东西 都有那个味道 然后可是那前两秒钟 会被那个辣震慑到 然后第三秒就觉得 好舒服 然后慢慢的 好像在泡山温暖的感觉 然后你下一秒 又可以再吃你的食材 所以我很喜欢你们的辣椒酱 就是这样 我几乎拿什么都来打 像我买干拌面 任何品牌干拌面 我都倒一点那个辣椒酱 对然后吃任何的水饺 或是什么东西 只要有可以沾酱 我都拿来沾一沾 我到现在好像没有一个 我甚至有一次烤面包 我把涂在面包上面吃吃看 我觉得连烤面包都很适合 因为它是凤梨发酵 对下次Jaco你再试试看 把那个发酵凤梨辣椒酱 加一点点豆腐乳 然后放在那个面包 或吐司上面 或馒头上面下去烤 这太迷人了 对对对对 因为只有发酵的东西 它那个味道不会是 只有一个味道 它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我才用烟火来形容 因为烟火是爆炸的时候 那个颜色是很灿烂的 但有的辣椒酱 它就是辣 或者烫 或者刺 然后没有那个所谓的层次感 那我们大家 Jaco你知道这原因是在哪里吗 是因为 因为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发酵 必须用新鲜食材 才能够发酵 所以如果做这罐辣椒 它的食材不是新鲜的 像我们家的凤梨 或土凤梨 或辣椒酱 辣椒 其实都是前一天采收 隔天进食品厂 然后当下处理 直接进去发酵 但是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门槛很高 因为大部分的辣椒酱 都是 不是用新鲜食材 它可能用中国进口低价 泡很久的辣椒 然后进入食品厂 那边直接嚼 所以再加合成 所以这件事情 为什么食品厂不愿意做 这是 我觉得在第二次世界蛋战之后 工业化跟资本化之下 我觉得食品产业链出现的问题 那当然我觉得 发酵与辣椒酱 酸女孩做出来 其实是想要 只是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辣椒酱 真正用真食材 去做出来的味道 是就像Jaco讲的 它应该是要有多变化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 听我这样讲 真的很想尝试看看 但是价钱真的不便宜 但是所谓那个价钱不便宜 并不是说贵到你不想买 而是说它这个价钱 它的容量是比较少的 它容量少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次的话 因为其实我的心态 当初如果你们不送我的话 那我问你这个价钱 我可能不会去买它 我一开始觉得 我如果看到它不了解 我不会去买 因为辣椒酱太多了 选择太多了 就像现在干拌面太多了一样 但是我吃了一次以后 发现原来是 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而且如果你吃一辈子辣椒 你就很喜欢吃辣的人 你真的应该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尝尝看这种 纯天然发酵的味道 真的是 完全不一样 讲那么多 我口水流出来了 好了接下来 接下来我来吃 不是辣椒酱的东西 你们酸女孩 这就推出了 这个红心土拔辣果酱 对因为其实我们基本上 我们还是会有两到三款的果酱 因应季节做变化 那红心巴勒果酱的话 其实是我们有在做 还有之后也要推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两到三个果酱 然后红心巴勒果酱 就Jaco现在再尝起来 不知道他觉得怎么样 好浓郁哦 为什么这种东西 只要是纯天然 都会有那种前味中味跟后味 新鲜的食物真正的 真的对 它不是一个味道 它不是一个味道 我刚前天吃进去的时候 觉得拔辣的香气 立刻就拔辣香气 香气先来 中间觉得 好像有点甜 这是果酱的甜 可是后面呢 这是拔辣酸又跑出来了 所以它有那种甜酸香都出现了 然后又那个有点绵密的感觉 因为拔辣嘛 对 它有那个沙沙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这款红心巴勒酱 非常特别 是因为 巴勒红心巴勒酱 我们用的是原山的 软的红心巴勒 有一个香气 对 台湾人现在吃红心巴勒 都已经有品种 有点改成脆脆 因为它是希望像泰国的巴勒 有点脆脆 可是真正原生的红心巴勒 在原山当地 是吃软不吃硬的 所以我们去找了这款的 红心巴勒 然后我们特地把那个纸中间的部分 留下来 然后再把它弄碎 然后再过滤掉 因为整个巴勒最多的香气 在中间的纸 所以这个工序 其实是很麻烦的 那人家都会说 为什么你要去做这款 这么复杂的巴勒酱 我说 为什么你要找食品厂的麻烦 我们就讲了一件事 如果说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草莓果酱 如果大家都在做 其实酸女孩不需要去做 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 一件就是在果酱制作的上面来讲 我觉得因为它有很多的很特殊的香气 而我们愿意用一个比较高的规格 去做给消费者 所以酸女孩做的果酱 目前就只有黄梅果酱跟红辛巴勒酱 而这两个果酱都有一个去脂的问题 但大部分的去脂的过程 其实一般食品厂不愿意接 所以我们现在找到的这家合作伙伴 蔡大哥是愿意用食品厂的规格 他本身就是食品厂的规格 可是他愿意帮我们做很复杂的工序 哇塞 这很好吃 待会儿回来跟大家讲 这个酸女孩的红辛巴勒果酱里面 成分是什么 对 FM03中广流行网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本来要聊酸女孩春季刊里面的东西 可是因为聊他们的辣椒 跟他们扒了果酱 就已经聊到受不了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 你们有很多忠实的 就是很喜欢酸女孩的刊物的 这些读者们给你们一些信心 对不对 不然其实你辣椒那个价钱真的不便宜 这所谓不便宜是 因为你拿这个价钱就外面买 可能买到很大罐的辣椒 而且外面是合成 对 就是辣而已 因为我常看我们家蒋夫人 每天都试一些不同辣椒 然后等到我说 试试看 可是我当时不想割让给他的 不想割爱给他 因为现在很小罐你知道吗 他也觉得很惊艳 那今天这个巴勒也是一样 这个巴勒果酱 我先讲一下这里面成分 蛮特别的 它就是红辛土巴勒 你们成分都写很清楚 红辛土巴勒 砂糖 青苹果 柠檬汁 然后接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些东西而已 对不对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自己 家里冰箱的果酱 拿出来看看 成分大概会有什么 有没有像这么清楚 这么简单 就红辛土巴勒 砂糖 特别是你们家的青苹果 那柠檬汁大部分都加 不过我做任何果酱 都加点柠檬汁 它会增香 可是加青苹果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红辛土巴勒 它本身是一个 因为我们不坚 我们坚持不加任何的增酬剂 那外面的果酱 大部分都有增酬剂 它要增加增量 就是让它的容量变得比较多 然后使用的成本 增成本比较低 使用食材的成本比较低 但我们家坚持不加增酬剂 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红辛土巴勒 它太稀了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 青苹果增加它的稠度 跟它青苹果它具有胶质 原来这个原因 了解 那这个巴勒果酱回去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样 他刚提议说 让我小朋友吃吃看 我打算不要给他们吃 就他们吃巴辣就好了 这个比较高贵 我爸爸吃就好了 他们吃天然巴辣就好了 对给孩子吃原型食物 没有因为我自己也煮了 很多草莓果酱 他们吃草莓果酱就好了 这个红辛巴辣果酱 我爸爸吃就好了 因为这个红辛巴辣果酱 它的这个稠度 其实不只是在吐司上面 它也适合在欧妙上面淋一点 或是你做其他料理说 你可以沾一点在上面 甚至于料理 像我刚说那种沙拉啦什么的 都非常适合 今天讲半天 好像酸女孩就是在卖酱料的 没有 我们的内容很好 我们是从食谱 做食粉起家的 如果有人想要看酸女孩的刊物 他去哪里找 可以到我们的伯克来 伯克来现在的部分来讲 都是有卖 然后我们网路上也有 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料理教室 在象山步道下 也开始试营运了 OK 还有你们的那个教室嘛 烹饪教室 烹饪教室 还有如果有人听了以后 真的想要去尝尝看 贵汤汤的酸女孩的 那个辣椒的话 要怎么办 辣椒酱其实最近刚好 因为我们刚好 其实因为凤梨今年的一个中国契单议题 所以我们提前做了一个预购 然后我们还是用当季盛产的 4月到5月的凤梨出货给大家 所以现在的话 在网路上会有一个超早鸟的预购 所以现在我们鼓励大家 越早预购就给最优惠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辣椒酱 现在可以上网先做订购 然后4月底左右会开始出货给大家 好了大家可以试试看了 谢谢我们的酸女孩 谢谢我们的这个创办人 洋葱妈妈金 谢谢你了 下次我们春夏秋冬 春的夏天了 对夏天 好那我们夏天见了 对夏天再带其他东西给你 OK谢谢 拜拜